外蒙第一系列 你见过那人吗 该不会和此人江号流了 也是什么装模作样之人 怎样 够装模作样吗 算算时间 某些人也该进来 找到你了 野辰 这么说刚才的商业 是他们的 你 你想要干什么 救命啊 非礼啊 一模一样 这日绒丸确实好用 衣服就借我一用了 可恶 可恶 你还要干什么 站住 这么快就想你了 各位师兄 我叫李玉良 是外门帝阳风的弟子 怎么回事 难道被认出来了 这都不懂 孔曹师兄交代了 我们当然不会为难 你们帝阳风的弟子 但众师兄难得进来一次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们就想想要 走 还是去抓叶辰做完 那才是奖赏大逃 这么好呼 不如就这样混去终点 这么快就到终点了 也就是他才能想出 这么奇奇怪怪的办法 孔曹 紫山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齐浩 唐朝 还不快阻止他 师兄们好啊 各位师兄好 我是外门帝阳风的人 对了 小小意思 还望诸位师兄笑难 那我就不打扰师兄们了 别让你走了 钱 我都交了呀 别人交钱可以走 但是你 不行 你以为你变成李玉良的样子 也就认不出来了 师兄说什么 我不明白 李玉良可是人缘境第七种 你纵然变成了他的形态模样 但却不能模仿他人缘第七种的修为 别说的可对 叶臣 什么 叶臣 他就是叶臣 看来内门弟子 也不全是猪脑子吧 我还以为你敢那么跟我说话是变强了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是叶臣 刚才和右手战斗 消耗太多力气了 怎么啊 不服气 你还不会又等着有人来救你 我告诉你 我哥早就拜托其他师兄师姐一起出手 对付你那个大哥哥 他还能不能活着 都是一个问题 这些卑鄙小人 这些卑鄙小人 什么 你给我放开 我叫你放开 走 废物 我不用大哥哥救 怎么回事 他的气息 好像变了 我要打败你 我不管你想变成什么样 又不是我的对手 你都变重了 你不是力气大量 就想压制我 这是棍阵 这是棍阵 我过来 不要过来 我不要过来 大哥哥 对不起 没力气 你一定要赢他们 有话好好说吗 听说你在外门风投无限 爷最讨厌比更出风筝的人 元气九重 能做到如此 天府也算不错 可惜你遇到了我 我一定想麻烦同身 想走 你也答应了吧